香菱这丫头呀 我是从小就喜欢 你说这饶小梅跟香菱一比 这就是野鸡和凤凰啊 紫阳这孩子呀 太钟情 这你就不懂了 男追女啊 隔层山 女追男 隔层沙 只要那饶小梅 不缠着咱们家紫阳 就什么事都没有 夫人 是想让香菱跟紫阳出去 饶小梅见到了 就死了这份心了 糟了 要下雨了 紫阳怎么还不来啊 下雨了 现在要是走了 紫阳会不会以为我没来啊 小时 别淋到雨了 你也小心一点 别淋到雨了 你也小心一点 别淋到雨了 慢点儿 小心点儿 你也小心一点儿 慢点儿 小心点儿 请不吝点儿 在那里 你也想像你一样 就像我一样 那儿子 我话说 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范子洋呢 妈妈 爸爸 妈妈 天还挺好 怎么 小梅 又不高兴了 我没事 我连退婚 那么大的事都经历过 今天不就淋点毛毛雨吗 哪有什么事 嘴真硬啊 好像今天有人 要跟范公子约会是吧 是聊得不开心呢 还是范公子没来呀 小梅啊 你呀别老疑神疑鬼的 我觉得 今儿范公子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想啊 凤鸣院 那什么地方 为了你 为了帮咱们查案 那范公子亲自去凤鸣院 是不是 今天不来嘛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事啊 他是有事 可这事啊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大人 您说 如果一个男人 他就像您说的那样 是真心真意地喜欢你 他会不会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开开心心 亲亲我我的 另外一个女人 那 那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女人了 年轻貌美的 年轻貌美 这回麻烦了 不会是吃醋了吧 说说听听 那我要说出来 大人您不许笑我 赶紧说 赶紧说 以前我知道紫阳他娘虽然不喜欢我 可是只要紫阳心里有我 我就一点也不担心啊 可是今天 我看到紫阳跟一个女孩儿 肩并肩地走在大街上 两个人亲亲吾我开开心心的 他还帮人家挡雨呢 你说范紫阳他怎么不想想 我饶小梅还在雨里面淋着呢 你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也许是至亲好友 也许是邻居亲戚 偶遇了 天降大雨没有雨伞 跑过去当个好人 也未可知啊 大人 你就不要再替他解释了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那你就该上去问问 我 我问不出口啊 我一看人家两个那么亲密 气得我掉头就走了 你呀 就你这点威风 也就在这院里耍耍 出了这个院啊 什么都不是 得了得了 还没吃饭吧 我也没吃呢 这样好不好 待会儿啊 我做一大碗热汤面 吃完之后 暖暖活活的 盖上大被子一睡 什么都忘了 等着 我给你唠一声 好 谢谢 早上 再查他 我听说 他听说 他有什么样子 很可爱 这个不是 我看你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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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要想想想想想这个 私礼 少爷 赵总管 瞧瞧你干的好事 自己看 赵总管 赵叔 你是第一个 叫我写字的人 我会看不出这封信 出自何人之手 你为什么要模仿我的笔记 给小梅写信啊 少爷 其实这个 你没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我娘让你干的 你说话呀 没错 老爷 爹 娘 信是我让赵总管写的 二虎 你先下去吧 是 娘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紫阳 有话好好说 你说为什么 我说过多少次了 让你不要再和饶小梅 有任何的来往 可你们俩竟然藕断丝连 你这当儿子的杨凤英维 那我这做母亲的 我怎么能做事不管 所以昨天你们一定要我 带着香菱出去 就是为了让小梅误解我 对呀 我 那个 你娘呢 其实是怕你为难 既然和饶小梅已经没有可能 你就别再继续耽误人家了 是吧 这段掌客服只是一个传说 你为什么这么迂腐啊 你说谁迂腐 反了你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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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两个呀 都不要再较劲了 说起来呢 范家娶媳妇 她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 既然你娘这么介意 饶小梅这段掌闻 将来相处起来 心里边肯定会有疙瘩 为父我呢 觉得香菱这姑娘不错 你呀 可以考虑考虑 你们明明知道 我心里只有小梅 前段时间 给我介绍什么秦家小姐 现在又撮合我跟香菱 你们这么做 不仅伤害我 也伤害小梅 还伤害其他人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不用再有下一次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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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